今年1月18号 一名到访旧金山的台湾游客 不慎跌入了冰冷的海水当中 索性有5名素不相识的居民 立刻对他伸出了救援之手 让他得以平安获救 今天上午 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向这5位健毅勇为的热心人颁发了奖项 来看新岛记者邱佳琪的报道 颁奖活动在经文处会议室举行 5名救人者中4人到场 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罗斯伯 史安科兄弟以及来自华府的哈扎里 与罗斯伯一同救人的同学郭佳安没有到场 会上4名英雄分享了自己救人时的感受 他们纷纷表示 救死扶伤是为人的分内之事 罗斯伯 史安科和哈扎里为救人跳入海中 他们说冰冷的海水是最大的挑战 上岸后手脚被动得失去了知觉 经文处长傅正刚称赞这些英勇救人者 向他们颁发了感谢状和礼物 他特别赞赏中国留学生罗斯伯舍己救人 罗斯伯说自己出国在外代表国人形象 通过自己的行为能够为中国争光 星岛记者邱佳琪报道